当哥哥拿起书的时候 特别有一种忙着的家长 还要忙着哄小孩的感觉 每一句问话都要给予一个肯定 我觉得哥哥真的是一个温柔的家长 就比如说我 我要是在顺什么东西 有一个小孩总是过来给我插话 捣忘 我只会崩溃 哪会这么温柔的说话呀 这个哇好棒哦 虽然听起来很温柔 但是总感觉有一次敷衍在里边 而且夸人你就夸人 蓝战是什么鬼 你是顺口就说出来了吗 这也不怪那个小孩低头沉思了半天 非要再给你加一个团号 不过看他哥抓他的时候 他的这个笑 那句话他怎么说呢 想引起他哥的注意 首先要引起他哥的愤怒是吗 真的特别有一种小孩想要引起注意 那种赤裸裸的挑衅感 这么看 这一张大部分都是王那个波自己画了 完了吧 结果画完之后他说 哎呀 就这两张写护字的 你看你都被你给写了 其实我不想说王那个波的幼稚程度了 我只想问一问 哥你拿着剧本从那看了半天 你真的看下去了吗 旁边有个这么吵的小孩 哎 你家里人就没有人嫌你烦吗 我突然想到这句话 看哥哥这淡定的把纸挪过去的样子 我为他的熟练心疼两秒钟 还以为这终于把孩子哄好了 抽空被两句词吧 结果这个小孩放下笔呢 还要向家长炫耀作业 我天哪这种感觉真的太像了 把写好的字放在眼前挡住视线 真的就是你先看我的 你看我写的好不好 说实话如果是我 我真的要崩溃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著名的偷摸摸的蹭手 我们来说一说 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其实这个动作你要是疑惑 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你放东西要从手上这样慢慢划过 这是很需要技巧的好不好 一般的话应该是直接拍走才对呀 就更不用说 他放完之后 这个东张希望的眼神 还有达哥拍动手的时候 他这个战术性的咳嗽 所以总结起来 他绝对是故意的 然后他咳嗽完了之后 说了一句什么 这是什么话 我说他哥狠狠地扔下 他写的字就要走了 你们可不是疯了吗 再不走 他要是真拉着他一起 那不就麻烦了吗 别个玩笑 所以在一段正式拍摄后 两个人又和导演对戏时 哥哥说的这句话 我之前只听到这句话时 还在疑惑 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好像懂了 就突然这么隐晦的一句 我还在疑惑 打扫什么 就算打扫也不用哥哥喊人呀 打扫卫生之类的 应该会有场地来管才对呀 原来你们是这个意思呀 好了好了 这一期就剪到这吧 我们下期见 得晕